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一整天都会在这艘船 然后呢 到了一些景点 我们就下船 然后呢 完了之后又再上船 这浮啊 好大好大 而且 因为它在海拔蛮高的地方 所以感觉上会有点冷 这边的渔铺啊 捕鱼的时候啊 它是一只脚在乘船 另外一只脚呢 就在 这什么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然后它在打雨 打水 接鱼 你看它一只脚 看到吗 一只脚放下去 你看水不深 水不深 大概一米到两米 它会用一个大踏进去 这个是野花 你看到吗 然后放进去 它一下到那个晚上 它们如果卡在晚上的时候 是可以抓到的 哦 厉害厉害 很聪明 这个是举世无双 全世界少有的捕鱼方式 你看这个姿势 你看这个姿势 但是天气又很冷 哦 现在应该只有 大概十来度 可是又有太阳 这里是? 番茜 哦 就是 种上 种在水里的 英莱湖蛮大 然后呢 我们现在走入了一个 以这个什么 浮土 浮土为主 那大胆的出品啊 你看 它离开了这艘船 爬上了这个 浮土上面 然后你看 裤子也是啦 那鞋子 鞋子没穿 然后呢 体验一下 站在这个浮土上面 那 你看后面那位大神 后面有一大神 看得到吗? 它在后面干什么呢? 他就是 采那个番茄 对对对 看得到 好 那我们看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在湖上的一个水上人家 的一些农耕 农作物 所以啊 我们说 好了吗? 这里的少数民住 住在这 睡在这 那工作也在这 好啦 秋萍回来吧 OK 好 回来船上 好 我们的船夫帮忙 诶 小心 但是我去哪里 OK 成功回来啦 好 感觉如何? 来 发表感言 可以再尝试 不会沉下去吗? 要懂得平衡身体 你看 它其实下面就是水来的吗? 对对对 但是它浮屏下面有一些灵 噢 所以感觉是蛮舒服的 是 好 那我们就继续吧 拜拜 你还要想尝啊? 香菜番茄 噢 噢 这是一所学校 诶 秋萍这是什么来的? Nursery School Nursery School就是 小孩子的 学校幼儿托儿所 学校托儿所 来 我们看看一下 这个缅甸 因来无上的 生活 可以上来的 这些 诶 这些建筑物也蛮不错的哦 有一些可能 套礼物也赚得比较多一些 对 噢 这边都是老外来的多 我们亚洲人很少 马来西亚人更少 来这边 你看他们住在这边 后面那个应该是厕所吧 嗯 这个是厕所 对 然后 诶 不错 你看还有 还有这些卫星电视 你看那个盘 然后呢 那个湖你看 呃 我们叫纵横 纵横什么 穿行啊 啊 这边有一条 然后 这边 又有一条 所以难怪 它说跟意大利 意大利的这个 威尼斯 啊 所谓的水巷 是 简称 缅甸的威尼斯 就是这个由来啦 然后呢 这些 少数民族 他住在这个地方 那你看 是蛮简单 蛮简陋的 齁 那一切的生活 很多起居工作 都在这里了 我听说啊 他们有时候 一世人呢 都住在这里 都没有出过城 都以为整个世界 大概都是这样子的 好多缅甸人都是如此 前面 我们 可以看到 诶 这个什么 这个是 他们在做什么呢 巨墨 巨墨啊 去那个橘子 哦 OK 诶 这个又在 水上 水上 它没有高脚 可能是 厕所 在后面 诶 每一间屋子都有 那么就是说 这个湖是很肮脏 自然嘛 直接嘛 然后我们看 这些小姑娘 这些居民 就是平时乘船 转 从一个地方 到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要转换咯 所以啊 这边的交通发达 你看 又有船来了 有船 是 在这边 你真的没有船 那边 你不想吃 我才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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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做的 我做的 有一个 还做的 我們要再繼續到水上市場去瞭解一下 好,拜拜 招招手 這邊很熱鬧喔 噢 簡陋喔 簡陋喔 那個牆是硬直 對 這個比較好一點,一隻牌 所以可能就看你的 Hello 可以送去嗎 對 對 他們的巴薩 就是我們的菜市場 也是在湖上的 所以這一個湖 對他們來說是相當的重要 對 看這裡有個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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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招牌招牌 這裡 大概有幾十萬吧 整個招牌 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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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 少數之處 的地方 這個地方叫 彈綁 因為綿綿 因為綿綿有七個省 七個坊 那麼省大部分就是綿綿 就是綿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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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綿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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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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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